穿越版只是开始,1200公升级攀爬,1200宝贝巡航已经在路上 来自高筋的GK1200系列第二款车型,GK1200穿越版已经上市 53800的定价,赠配还降价,性价比更高 相比GK1200经典版,穿越版车型更偏多功能运动属性 适应轻度非铺装场景,玩法更加丰富 整车设定上,标配的原厂铝合金发动机护板 被耐力提供的全地形轮胎,以及排气尾段的上扬等设计 都是在为其运动风格加分 其他细节上,GK1200穿越版采用了更加经典的双筒机械指针 加液晶显示复古仪表 毛毛虫样式复古坐垫,厚实柔软程度增加,提升舒适性 新车还向用户提供了800以及780毫米 两种座高选择,车身腿部位置进行了瘦窄处理 座高更加亲民的同时,覆盖人群也更广 除了整车生产制造工艺,延续高筋一贯高规格之外 GK1200穿越版整车配置同样拿出了足够大诚意 诸如前后KYB减震,日清卡前,DAD链条,博士双通道,ABS 基于电子油门适配的定速巡航,驾驶模式选择 以及ASR牵引力控制系统,实用性,安全性都有保障 穿越版继续搭载一台实际排量1222cc双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61千码,最大扭矩108牛米,3100转就能爆发 总的来说,5万就能够入手到一台工升级车型 配置足够丰富的前提下,高筋精工制造加持 这台被赋予更多玩法的GTA 1200穿越版还是值得大家关注